国足1比2不敌乌兹别克斯坦不仅输掉了结果 过程也很被动控球射门全面下风 当然这些也都在意料之中 很显然国足差距很大 杨科维奇对国足的改造还没有看到明显成效 如果要从本场比赛找亮点 那么仅存的亮点就是维士豪 维士豪是脾气火爆的球员 曾让乌兹别克斯坦个别球员吃到苦头 没想到再次交手 维士豪竟然成了这支国足阵中最冷静 头脑最清醒的球员 不仅因为他的进球一度让国足看到赢球希望 还有在10秒钟之内连续戏耍对手3名球员 传当油炸丸子这些都说明维士豪脚下技术出色 敢于表现而这些也都是当下的国足最欠缺的 除了维士豪其他球员的表现都很平庸 所以很多球迷特别心酸 一是国足只有一个维士豪 另外就是当维士豪贡献10秒炸裂表演时 其他人呢 说难听点就是散步看戏 没有接应维士豪的意识 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地方 越来越成熟的维士豪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但希望也仅限于此 这只国足还是欠缺亮点 还是特别平庸